今早的E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回控5号 简选原因是 汇控将在今天中午公布第一季的业绩 预料回拨、特殊利润等因素 将会抵消、净利息收入及正式差收窄影响 综合彭博预测 预料汇控第一季恢复派季度股息 每股9点2尾 原相预测 汇控今年第一季 正利息收入及正式差 按年会有所增加 但按季会出现倒退 但在减值拨备下降、回拨、非利息收入增加等因素支持下 第一季岁前日利 按年和按季都会出现增长 美恩上星期发表报告预料 汇控第一季列涨基准岁前日利 按年会上升大约1.3倍到97亿美元 其中包括来自法国零售业务 押后出售所带来的减值回拨1.2亿美元 以及来自收购直谷银行英国业务 带来公平值调整正利润10亿美元 在扣除相关一次性因素后 美银预计汇控第一季列涨基准岁前日利 将会按年上升61%至67亿美元 另一券商摩根士丹利表示 汇控已表明希望在完成加拿大业务出售后 明年派发每股21美先的特别股息 以此推算汇控未来一年将会向股东回报12%市值 并预期汇控2024以及2025年将会再作出80亿美元股份回购 汇控业务已出谷底 加上现时有望恢复派发季度股息 长线收息价值在现 投资者适宜趁股值未完全反映潜力时 趁机会作出长线的吸纳部署 投资者可以等待汇控回资54元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52元可以吸纳第二注 年内目标是70元关口 另外可以作长线收息用途 但股价跌穿48元就适宜先行止洩离场 撒曉 好